时间花在自己身上的就叫做花费 花在别人身上或被别人占用的叫做付出 更甚者叫做浪费 时间被别人利用却毫无代价报酬的叫做被消费 徒劳务功的叫做白费 当然有时你也可以斟酌着平衡地认为 你的付出是在花费 甚至有可能是一种投资 但往往时间长了之后就会发现 这样的花费所要面临的风险很多 不如被自己挥霍 甚至有意识地乱用来得过瘾 每个人活在这地球上所获得的时间 理应是用来被自己花掉的 然而花在自己身上这个名义所用掉的时间 才是完全属于自己的 不管是用什么方式去花掉 是小心算计 是浪值挥霍 甚至是啥事不做的放空发呆 就跟花自己的钱一样 要败也是由自己来败 而不是赞了一堆 最后落到别人手上享受了去 试想 你身上揣着500美元的现金走在街头 今天的你注定要用掉这笔钱 那么你是否愿意被半路巧遇的朋友 发现你身怀款项而哭个穷把钱全数借走 还是被爬售偷了去 或者撞见盗匪拿枪指着你的脑门将钱抢走 或者宁可被你经过精品店橱窗 看到一个见价的名牌包 被价格和款式冲昏了头 而去把它买了回家 也许你事后还是会后悔把钱花在这股冲动上 我就问你 哪一个更好些 如果把那500块钱换成抽象的时间 再问一遍 你会不会甘心自己的时间被别人借走 爬走还是抢走 当然 有的时候我们扶植心灵 愿意把这笔钱捐献出去 那也是个人的自由 得是情况两立而为 都说千金难买早知道 更常听人说千金难买寸光阴 那么寸光阴其实也一样 难换早知道 光阴不仅宝贵 能花在自己身上的就更适得其所 耗费掉的光阴 若是换来一句早知道的结论 甚至抱怨 通常是带有了坠毁的意思 不管是时间还是金钱 为谁付出多或少 那天都有可能后悔 急而埋怨其他人耽误了自己 所以要浪费时间 也是只有浪费在自己身上 最让自己无怨无悔 没话可说 能够不追着逝去的光阴而活 是很令人羡慕的 每个人在这方面的潇洒 应该也是比较而来的 想要活得比上一秒钟潇洒 往往需要用下一秒钟 来追求和认证 结论是 千万不要把别人的时间 不当时间看 因为每个人都在 为自己的生命认证价值 无论贫富贵贱 无论性别年龄 所谓光阴四箭 应该还有隐藏的解释 我们既在射箭 那么有时也会被箭所射 请不吝点赞订阅